這國家呢你可以講英文 你也可以講法文 這兩個語言呢 都是我們加拿大的一個官方語言 那只是講法文的呢 大部分都在東岸 那講英文的大部分都在西岸 溫哥華這邊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講英文的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這個一個區別呢 好故事要回到這個17世紀 前面有講到 一開始來到北美洲的西方